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東 現在疫情嚴峻 就加減弄車好不好 反正接下來要跑力寶了 開始來處理我這台K8 今天來翔哥這邊喔 他跟我講了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他叫我帶10-40來 欸 我這個是要跑的車耶 叫我帶10-40來是要幹嘛 我想不到 怎麼說他也是玩K8的前輩 既然他都這麼說 我們就帶來 看看他是要必殺嗎 那今天呢 翔哥還有一個東西 要跟我們分享就是他的魔法藥水 很多同業拿他的藥水之後呢 都想轉行 還有一個重點啦 今天要處理油底殼肉油 帶大家看看吧 有點渴啦 原廠避震器都有喔 原廠避震器都有阿 原廠避震器都有阿 我就用這樣跑阿 好帥耶 整個輪子都是阿 羅馬 羅馬就二檔拉一拜 進三檔 進到XX就不行了 好啦 這個太技術的東西 我們就不討論了 哈哈哈哈 那個我們怕小朋友會跟著辦理 就不好 翔哥是說要討論我們去避寶討論 對 對 我們來去一個安全的地方討論這件事情 OK 好啦 那我先猜個地方 這個避震器 謝謝 兜兜兜兜趕裝阿 我現在不是缺避震器 我避震器是已經有贊助商了 我現在是缺地盤料件 翔哥的地板現在是乾淨的有沒有 然後我才一停進來馬上就送他兩滴 不要怕 就這個 據說啦喔 讓很多修車同業想轉行做洗車 來做洗鞋子的 洗鞋洗衣服 洗衣服 洗衣服 所以我這台如果到時候要 要整理 要跑力保 單純我們這樣講跑力保 其實你就把 因為這可能橡皮都壞了嘛 對啊 就把這些東西修復好 其實就可以啦 底盤整備好 避震器來套 圈胎 對 OK 欸我這個 果然是買菜機有了你知道嗎 對 這代表清潔力很好阿 不是 有一個廠商寄了一個油精給我用 然後 對 那個就等你自己實驗體驗看看喔 沒有阿 我已經用滑 然後落下來 跑三趟三路吧 然後都一個小時以上 連續跑 真的很熱血耶 看起來好像 全部都原廠的耶 原廠就可以跑啦 是沒錯啦 我第一次看到可以把原廠避震器 跑到漏油漏成這樣子 有這麼誇張嗎 真的啦 可是 就是K8厲害的地方阿 它的底盤爛掉了 可是一樣可以跑 真的 它就是插的輪胎不好而已 馬吉斯經濟胎 算成 欸 馬吉斯經濟胎有好處你知道嗎 它現在雖然只有185 可是我在過彎的時候 它會自己拓寬成205 欸 用胎幣有沒有 你看我馬吉斯的字 外側阿 外側比較嚴重 外側就是因為 就是K8的角度問題阿 在這樣的輪胎 胎幣撐不住阿 吃好吃滿 吃好吃滿 用盡 用盡所有的功能 我可以跟大家確定說 這條經濟胎的胎幣是可以過彎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沒有 這哪定在的大家不要學 不要這樣子 這哪定在的 不要學 你是說 露油露到不需要扯 它就直接掉下來喔 對 真的不用用力耶 不用用力 用用力 阿 這曲軸 阿 肉 肉 阿 肉 肉 不過也沒有聽到 波斯的聲音 是不會阿 是不自已的 是不自已的 你舉手前後公告順便處理嗎 還是說 牛底盒先換好就好了 會很麻煩嗎 就是我要拆外觀皮帶阿 證實阿 證實阿 要下 對全部都要拆 那不就連這實皮帶都在一起 如果拆起來沒怎樣就不要動它啊 這喇叭嘴為什麼被挖成這樣 我怎麼知道 兩邊動貓啊 我買二手的啊 兩邊動貓 這喇叭嘴會 不知道會不影響 你看裡面有吸到就是髒的東西 那喇叭嘴有的叫嗎 不用叫換歪一挖叫 我挖一挖就好了 那邊把它挖開就好了 這個翔哥在哪 最會挖 加噴響 我還對著他拍有沒有 加噴響 噴現在這個是什麼 魔法藥水 你的藥水很咬欸 你覺得很咬嗎 可是你有聞到味道嗎 沒有 對阿 這是藥水欸 可以洗手 你會覺得你手會痛嗎 可能我 可能我皮比較粗啊 你是咧 好啦好啦 對阿 那有些人那個 欸這是千錘百戀的右手欸 你可以聞聞看 阿你去洗洗看 有一點點清潔劑的味道 有一點點清潔劑的味道 會有很多人去質疑這個問題 對阿你可以其實你自己洗洗看 跟市面上90%的藥水再相比 洗油的藥水 對甚至做清潔強度要強的藥水 對啊我可以說我的東西不咬手 欸真的不咬手欸 而且還有一點滑滑的 那莫非有護手成分 沒有護手成分 那個是因為檢質的問題 檢質的問題 所以它不是什麼強酸強檢 它不算什麼強酸強檢 對 就一般算中性物質吧 對對對 其實這個東西我有安全資料表 因為我有交一些廠商 大公司 進場他們都需要安全資料表 你給我看的影片 你敢直接噴 噴板金烤漆 對啊 都不會怕咬就對了 不怕阿 對只要你有精油層在保護 當然不要那種鐵垃圾的東西 你要噴那個可能 我們講白的 你可能就是 清水加一個 一點隨便洗碗的清潔劑 用力刮那個鐵垃圾就要掉去的東西 所以原本的烤漆麵的話是OK的 不擔心 我可以這樣噴噴 阿這邊不要噴吧 可以阿可以阿 不准不准 直接來 直接來 對 地板地下 直接來喔 來 好 這沒有噴的 這沒有噴到 哇靠 網路有個店家幫我做了一個影片 就是 他並沒有用水槍在洗缸頭 大整理的缸頭 他就是噴完藥水之後 他等了一下 他有等 他拿自來水沖過去 流過去這樣 對就流過去 封帶水 封帶水 誇張阿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原本沒有粉塵的呂圈長怎樣 黃黃的 然後這個已經被重污染過了 這樣沖沖而已 連顏色都回來耶 地板籠下的油汙阿 基本上就不擔心阿 脫髮手脫就擔心了 不會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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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會黏嗎 欸真的耶 不會黏 如果我們要的話 我的電子就只會一件 電子的自來帶 不過我跟你說啦 這個東西也沒什麼咬不起 我那個鋁券才是考驗吧 OK 欸 插我們試試 這整片都可以試 連引擎蓋都可以試 整片都可以試 對 哇賽 我的上半部跟下半部怎麼差這麼多 難耶 可見得我這顆鋼頭應該是整理過的 你看 像這種東西呢 我如果黑心一點 我就說你看我的買菜油多好 不是啦 這個是整理過的 我算運氣不錯 我兩萬塊跟人家買二手的回來 到現在還沒有弄 運氣不錯啊 嗯 不錯 OK的囉 不要怕 就算又弄也不用擔心 感覺 翔哥看到這顆引擎 覺得 這個可以跑力板 可以懂可以懂 好好的 雕一下可以跑力板 可以的囉 好玩 音速又實惠 大改又不會 哈哈哈哈 學到學到一招 欸不過說真的喔 我現在看到這顆鋼頭的狀態 我突然信心大增 哈哈哈哈哈哈 OKOK 沒有 翔哥我可以問你一個很蠢的問題嗎 你說你說 我現在這顆原廠引擎配置啊 嗯 我有辦法透過用換電腦的方式直接讓它突破轉速嗎 轉速可以突破啊 但是有沒有效 基本上是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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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空的 對是空在力道上不會有任何幫助啦 只是就是說你可能可以多個500轉可以在換檔的部分控制一下 對對對 多一個換檔少一個換檔的差異這樣 對沒錯 OK 可是相對的你多了500轉1000轉延後的換檔時機的時候 你會一直在考驗這顆引擎的極限值啊 你一直在出過它的極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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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沒有看到正式移帶了 我大概幾乎十年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可是你不覺得現在很多新車的車子很小嗎 他是走電條啊 可是電條會斷 對 它一樣8萬公里要換電條 我沒有說雙B啦 我這個原本裝冷氣的地方現在變空的啊 可以買個什麼東西嗎 可以買個什麼東西嗎 可以買一顆這麼大的渦輪放在這裡 好像很勸敗耶 先來個六號吧 吹掛了我們再換一顆 你覺得我有需要去搞加大冷排或者是加大風扇嗎 首要的可能就是低溫的風扇開關跟水龜 就這樣子還是我直接找你弄水噴射 水噴射它不會幫助你降溫啊 這樣才燒溫度啊 不要我們把錢花在該花的上面 所以我的水排不需要加大加厚 風扇也不需要改 還是改比較好 水箱可以加大啦風扇沿用原廠的 原廠的比較穩定 增加散熱面積還有再來 它就是讓你風扇作動的時機 也許不用那麼頻繁啊 我的皮帶盤下來了 很快的喔 這個我們真的要拆10分鐘就好了 K8維修真是快 嘿嘿嘿 這種維修手錄就是你到現場掛掉 你可以馬上修耶 對 而且料又好舉 好啦可以看到漏油了 去找尋尿棒 水龜水棒看起來應該沒漏啦 水棒沒有 然後這皮帶 反正剛好有拆啦 這也太鬆了吧 我調整器還沒放 我調整器還沒放 你看我可以拆皮帶 莫非是因為沒有緊 所以它沒有斷 它皮帶在 你在收油或是在 兩側會不同的方向在 震動頻率 所以反而容易把皮帶搞斷 還好沒有打到蓋子 都還OK 你沒有異音這樣就好 蛤?這子皮帶會有異音? 會喔 這子皮帶會有異音 太緊你會轟轟叫 太鬆你會打到殼的 啪啪啪叫聲 我還真的沒遇過耶 很妙齁 還是它之前 尤尼殼 尤尼殼撞破有沒有 有可能 對 因為這很大力 這真的要很大力 啊 不知道有可能 萬修夾真重 蛤? 可是你尤尼殼有沒有嗎? 尤尼殼可以換啊 你是不是 啊為什麼會漏油? 啊沒裝好啊 喔喔喔喔 挖到金塊 挖到金塊 這什麼? 這什麼? 這什麼去? 不知道這什麼 塑膠片 挖一挖多五百轉 有可能喔 有可能喔 雞肉壓力夠了 我可以現在幫你改一下雞肉棒 雞肉棒不會有一個卸壓的狀況 是 它不是就是 就是你吹多少 它一直在打多少 你這種都是機械式的啊 對 後來電子式就沒這個問題 對 所以它還是會有一個 額定的壓力值在 所以它還是會卸壓卸掉 對啊就是這樣 好 好了開好了開好 欸 我才剛開機而已 他說要改好了 主要是要看曲頭上面 本身有沒有受傷啊 那可以稍微調整一下它的 它的那個壓縮壓縮率 它的髒頂的效果比較好 對對對 果然是偏直狂你看 硬要把它弄得很乾淨的 洗完魔法藥水 然後用水沖完 再用化氫劑 把水分帶走 乾乾的 你有換過什麼車 這實皮帶是讓你覺得最難換的 我覺得最難換的是STI 那皮帶很長 對阿 那要特攻阿 然後墮輪超多 一定不好換 假的啦 因為它也很長 喔 它要繞兩缸頭下去走 還有隱形式 秋樓的問題 沒有空間 對 殘酷大考驗 這 麥克風跟他錄光麥啊 一層一層 哇哦 這個用直接用水箱沖得起來嗎 應該是可以啦 就是 其實我們乖乖讓他藥水去破壞他 等一下我們沖的時候 會比較好沖 好 對阿 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點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的鋁圈 我的鋁圈內側也非常的精彩 欸這個很厚一層耶 對阿 要刷一下 呦呼 沒有這麼厲害 沒有這麼厲害 我真的考倒你喔 沒有刷一下 不過那個 就是 就是 就是輕鬆刷你 不用說 呵呵呵呵 可是那還是要刷 對阿 還行阿 對不對 原廠火星塞 原廠火星塞 吹到多擺阿對不對 吹到 有用力喔 很快的上蓋就裝回去啦 欸我放螺絲有什麼 看一下 搞笑喔 開玩笑喔 你怎麼沒有移下咧 因為如果真的沒有鎖的話 笑的人是我 哈哈哈哈 浪費錢 哈哈哈哈哈哈 飛寶不便宜耶 一直到一直爽 一直到一直爽 KING KING 收音機 KING 不過說真的啦 我長這麼大我還真的沒用過飛寶 很多牌我都用過 來你隨便講一個 柯牌 美肚 靠腰 那種市售東西 3100V 市售東西 300V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而且300V還有個好處 它清潔性很好 可是它會有一個很特殊的燃燒味道 很多人跟我說 塑膠味 對對對 沒錯嘛對不對 尤其是你在吹到很熱很熱的時候 VAG的車 可是它就是 撐得住阿 它屌就是屌但它撐得住 好啦那你就試試看 我們的油撐不撐得住 交給你阿 交 雖然我們做了很多的測試 不是阿 一般馬路上試得出來 那就是好想 這個叫工商好不好 我們當然是立保健阿對不對 立保健 如果到時候真的可以考立保 這一支雞油可能也差不多用兩三千 那才是真正的考驗 其實一個油真的好不好用 應該是要平均 對 如果你越開覺得它越好用 相對的代表它有某些特性 就已經先跑掉了 我的認知是它的年度降低了 所以你會覺得很輕快 還有平生的標示實不實在 我覺得這都是個問題 對 欸這個就是 好啦這個也算是 商業機密不太 不算攻擊阿齁 就這樣有些人跟我說什麼 它的五六十加它去變超輕快阿 我就跟你說 那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它是不是五二十 真的可不可以拿來做 做實驗跟化驗的時候 就會知道答案了 對阿 對阿 我們去油場 我們做很多的相關實驗 一起來聊 對 對 哇好乾淨的齒輪有秀 因為那時候換手電速箱的時候剛換阿 除了它原本的規範就是 用十四十 對 那會帶來什麼好處 跟我之前原本用 一般七十五九十的 其實因為 變速箱手排阿 不管其實不管什麼車 它都是一個主顧走的問題 對 再加上 這種老車並沒有LSD 它就是齒輪走齒輪 那相對 可是它的 油道其實也是很小的 那其實我們還是要讓它 過油的狀況 就是 能夠盡量有新鮮的油 對 那齒輪油 不是不能用 可是你一定會聽到很多喜美的 車主說 它的銅部壞掉了 它要換銅部 它要換變速箱 我現在就是這樣子阿 我的二進三會 一聲很大力阿 對那其實就是因為 長期下來 它的銅部的 滑度不夠了 因為齒輪油 喔 太黏了 對太黏了 就是可能它 它就算分離了 可能它還是被你很黏的 可能75 90 甚至140的油 它就是 跟麥芽一樣 就是黏在上面 可是當你要換檔的時候 就是得硬幹 喔 那同步就會被檔 所以變成是長期磨損 對對對 同步這個東西其實它 我們在離合器當下 一下去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 就是不動 它是要很靈活的東西阿 阿 這個可能要去看一下 講解一下變速箱的構造阿 有機會 我首先要換成機油之後 我會有什麼很明確的體感 你要看路檔的順暢度有沒有變好 那我那個二進三這件事情 二進三這件事情它需要 你可以繼續去試試看 對 因為當你同步切一個快的時候 也許就有機會它是順的 可是基本上受傷的這個東西 對還是受傷 但是如果有緩解 就會差很多了吧 對沒錯 因為我羅馬公錄的那支影片 我不一定會發阿 但是我只要是二進三的時候 就一定會聽到 很大聲 因為都是差不多六千多轉的時候換轉 同步的時候就壞掉了 今天的資訊量又是非常大的一天 學到了非常多的知識 對 那我在這幾天呢 又會好好的體驗一下 飛寶的五四十 以及手排變速箱 換成機油之後 會有什麼好的效果 當然啦 這個人喔 就是很偏執 所以等一下他引擎室阿 什麼又要幫我洗 那魔法藥水很好用上癮就對了 你自己的東西你是在 用上癮 大家都會用上癮 有興趣的朋友自己來拿啦 就 信的人就信啦 不信的我們也不勉強 這不是粉塵阿 這是油阿 對啊 這是油阿 所以說上次你傳給我那個影片 就只有粉塵 我覺得這樣子太小看你的東西了 我們玩大一點 然後我們 當然有客人質疑就是 輪胎阿 對啊 就分吧 其實你這個東西好像也賣很久了 如果有問題的話 早就已經被人家幹分掉了 就是找不到什麼公幹你的點 這隻真的是油欸 好 不多說開水槍開水槍 平了平了 欸 這沒很強喔 這我手 這我手可以擋過喔 來了來了 哇靠 魔法藥水有一個特性 它浴水不會失效喔 對 它浴水不會失效 就是 大家覺得這樣子還不夠乾淨 當然阿 我們就是很快的掃過一次 你再噴一次 它希望 物體它現在是濕的 好 再噴灑它一次的話 它還是會有作用 喔 再噴它有作用 對它不會因為 來再噴再噴再噴 大家可能會覺得它就是 紅藥水啦 那可能 沖掉之後 你再沖就沒有用了 甚至前輩們都會認為 就說紅藥水 噴到水就會變乳白色阿 沒有阿 那基本上我在噴灑 我們兩個都那麼近 都是清水欸 對 那你也不會看 你也不會聞到 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那我覺得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 來來來 傳統走壞掉 長期的累積阿 這個 這個真的必須刷啦 我們說真的 這個必須刷啦 你先試看看嘛 用沖的沖不沖的掉嘛 沖不掉再刷嘛 好來來來 對不對 我們安部就班來嘛 都不用 都不給它時間反應一下喔 可以阿 可以阿 你要反應阿 來讓你自己數嘛 產品你的啦 好沒有關係 來來來來 先試試看看 你看 你看 這卡多高 你看 這個真的很厚耶 對 也咬掉大部分了耶 是啊 因為 厚度啦 你們的藥水真的 你還是必須得吃 要滲透 這樣已經很厲害 沒有這麼厲害啦 沒有這麼厲害 那已經很厲害了阿 對 那可是 對於這種重油阿 其實 我們只要刷破 把這個油刷破它的表層 嗯哼 讓它吃下去 對 其實 其實沖就會很明顯 等一下 這個難度有比你那個高啦 而且這是黃油耶 對啊 對啊 這個應該是經歷的像什麼 卡鉗肉油啦 然後 傳動軸肉油 哈姆肉油 然後再加冰鎮器油 哈哈哈哈 對對對 有刷過的地方 哇 哇 跟新的一樣耶 好啦 好啦 不完了 不完了啦 趕快洗一洗 對啊 你還有其他工作要做嗎 翔哥這個人就是喔 第一個強迫症 然後第二個 他看不過去的東西 他就會想要動手把它弄乾淨 其實洗衣機是有一個重點啦 就是 我們當然不想去刷它 那可是在整個面的時候就是 最有的地方 你就是先去噴它 這樣就好了 各位那個 最有的地方噴它 配電盤等一下我們直接沖 這樣我引擎室好白喔 我們等一下就用 這個 一半 這邊有噴 這邊沒噴 先當你配一架嗎 謝謝 好 哈哈 這個其實你要 坐到車裡面 自己刷魚抓就好了 來來來 直接送給我 還有一條線很危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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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夠明一點好不好 下面的東西就不見了 喔 看到金油城 哈哈哈哈 這個還是廢油城 可是這個屋點都還在有沒有 這邊的日光真是亮的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日光燈就有暗層 還會陷光 噴水開個洞 哇好乾淨喔 哈哈哈哈 下雨喔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就會擔心就是 洗車分店板會不會壞 其實它不是壞掉 是因為進水 你看其實你的是乾達 喔 對 防水做得很好 對 其實會 會濕你開在路上激水區 它就濕了 對啦如果它有噴到水 潑到水 那當然我們就知道它會濕 那有可能會造成你 就是 不正常點火 會不會發 那所以當然我們洗車 不可能一直去沖它 當然當然 還是少過就好了 少過就好了 因為畢竟它 你說它會有多張 太難了 那我的引擎是 天啊 是亮的耶 是亮的耶 哈哈哈哈 是沒有人 有的 是 是 沒人